回船值 回船回去就是薪资 薪资它的薪资等于什么呢 薪资只有等于一个就是什么呢 等于就是它的薪水 薪水那特别注意哦 薪水的地方的话呢在这里 这边有没有看到 其实刚刚哦 为什么有些为什么要加那个双引号 有些不加双引号 你会发现这边植物 这边为什么有个 就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参数嘛 我们给它参数带过来之后去判断 再来的话呢 就这边给它薪水 薪水 所以这边的话呢 直接把 你可以把上面怎么样呢 这个薪水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这里 那Ls的话呢 就是薪水等于什么呢 不薪资 薪资等于薪水 再加上 这边多一个 它Ls就是除了精力以外 都可以再加上津贴 所以这边你可以把津贴怎么样 复制起来 然后这边的话按一个加号 加上什么呢 加上津贴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我们制定的一个函数 好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缩小 来试试看 写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 插入函数里面 就可以看到 使用者制定 或者全部里面 其实如果你全部里面 拉到最下面也可以 因为我们名称是中文的 所以它一定会在最下面显示 那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我很希望它能够跑到第一个可不可以呢 其实用一点方法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前面加个底线好了 那记得哦 用回传这边也要加底线 不正 那这不行 要不然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再加上数字看看 它如果 前面加数字可不可以 也是不行 那不然你给它A呢 可以 那到时候它就排在哪里呢 排在A 那特别注意 回传这边也要把它改A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让它排在前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函数里面 A的地方往下找 有没有看到 A新资了 因为如果说你要照 那个顺序来排的话 那当然如果说 你希望它排在最前面的话 还可以有个方法 叫什么呢 AA AA的话 我看应该是排在第一个了 AA 2A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AA 有没有 它一定排在第一个了 那利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植物给它选这个 另外的话 它的薪水 它的津贴 按确定之后 那因为它是经理 所以呢 是5万块 其他人的话 往下填满 有没有 它因为呢 这个不是经理 是科长 所以多了400块 这个多350 一之类推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这个是延续上个礼拜的部分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 记得是从 Visual Basic里面 去做这件事情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开启的档案呢 就是在那个 38页下面 38页的下面 这边有一个表格 就是按例1 自动加几这边 这边 3